二姨来了 妈 二姨来了 姐 二姨来了 二姨 快坐 姐 看见我来你不高兴 高兴 你傻站着干嘛 倒杯水去 好的 强 你看这个梦梦 这从怀了个孕就看个傻子似的 看见我来了也不懂倒杯水 就是 气死我了 二姨 喝点水 先放这吧 梦梦 你坐吧 我今天来有点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二姨 梦梦 你现在不是在一家公司当经理吗 正好你表弟没工作在家坐着 到你公司去上班吧 正好也帮帮你给你打打下手 哎 梦梦 二姨说的没错 这烧灰过去呢 也能帮帮你 你还能轻松点 二姨 我们那是小公司 每天加班加点的也挺累的 我怕烧灰他干不了呀 哎 没事干得了 我这儿子没啥优点 就是能吃苦 那我跟老板说说吧 不过可能没有工资 啊 没工资 那没工资我们去干啥去 烧灰可是你的亲表弟啊 你说烧灰 这小小年纪也不学好 成天没个正事 不是喝酒就是打牌 他在外面欠了多少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呀 姐 这烧灰不是年纪小吗 他还不懂事儿吧 对啊 妈 梦梦 你跟你领导好好说说 把烧灰安排进去啊 那我跟老板说说吧 我们先去做饭了 还抢 经理完有啥了 还不得听我们家抢子的啊 开饭了 就这些呀 二姨 你快尝尝这个 这么难吃 你好意思让我尝 不好意思啊 二姨 今天时间太赶了 没有烧好 下次我一定做夜 道什么歉呀 明明做得挺好的 我就爱吃我们梦梦做的饭 谁要把你吃 就饿着 是 是 是啊 梦梦 你看看你婆婆把你护的 你这一胎呀 一定给你婆婆那生个大孙子 二姨 现在月份还小呢 再说了 这生男生女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要是不给生个大孙子啊 这老赵家 在村里边咋能抬得起头 不说什么呢 还吃不吃饭啊 姐 这儿媳妇该管也得管呀 我们家少辉要是娶了媳妇 我得把她管得服服贴贴的 就少辉那叼耳郎当的样子 还想娶儿媳妇 做梦吧 还有 梦梦生男生女我都喜欢 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的 墙子又不是皇帝 我们家也没有皇位要继承 你赶紧回去吧 你的好儿子在家 吃不着饭该饿晕了 哎呀 姐呀 你今天一天你没给我个好脸色看 你还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哎 二姨 妈 你说的是不是这儿过了呀 过分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 她就是嫉妒你有这么好的媳妇 又显得她儿子不务正业 她就是来挑拨咱们家的关系的 妈 二姨不是那样的人 你仔细想一想 你二姨每次来咱们家 哪次有过好事 自家锅底满是灰 还好意思跑到别人家来煽风点火 以后像这样挑拨是非的亲亲 就少来往 省得来咱们家弄得鸡犬不宁 这饭 没有想吃 就安安静静的给我吃 不想吃 我就都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